用一美分在陌生城市生存一周可能吗 这个男人是富贵 接下来他将参与为其一周的生存挑战 他的生活经费仅有一美分 富贵能否挑战成功呢 挑战开始 富贵向路人寻求帮助 用一美分从路人手中换的一支笔 随后富贵开始随机学问路人 几分钟后富贵成功 将手中的笔与墨镜帅哥兑换一美刀 好家伙 再这么换下去发家致富不是梦啊 然而一美元还不足以支撑富贵一天的生活费 晚上的住宿也是个问题 很快富贵就找到一家宾馆 他得知一晚上的住宿费是五十几美刀 看来赚钱才是重中之中 随后富贵来到超市 花一美刀买下一包糖果 他准备将糖果按课售卖 在成功赚的六美刀后 富贵开始包装自己的糖果摊 将糖果装进篮子里 并写上一美刀四颗的售卖牌 这一招果然很好 购买糖果的人越来越多 不到半小时富贵就将糖果销售一空 赚到二十七美刀 赚钱后的富贵再次前往超市进货 这次他采购了各种各样的糖果巧克力 并在身上挂上售卖标语 这一次富贵的货品非常充足 他选择整包销售 随后富贵开始一路走一路卖 刚走每两步富贵 就成功以二美刀的价格售卖出一盒巧克力 紧接着富贵就遇到生意上的滑铁炉 路人妹子竟然用念工卷购买他的糖果 好家伙 这下本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了 差点没把富贵给整子毙了 还好妹子只是跟富贵开了个玩笑 随后就将采购糖果的钱补习给富贵 这下富贵雪上加霜的家庭 瞬间又宽裕起来了 经过这个小插曲 富贵开始更加用心售卖 生怕自己亏个底朝天 随后富贵继续一路售卖 没想到竟然真的让生意火爆起来了 陆陆续续有路人向富贵购买糖果 经过富贵走街串巷的售卖 一大荒糖果被销售一空 富贵为自己赚得56美刀 看来晚上的住宿问题有着落了 辛苦一天的富贵决定犒劳一下自己 他来到超市花六美刀为自己置办晚餐 又花了两美刀为自己买了个希望 运气爆棚的富贵竟然真的中了十美刀 该说不说 富贵这一天的运气属实杠杠的 为了省钱富贵最终没有选择住宿 而是在大街上就地睡觉 仅一天的时间富贵就靠一美分赚的56美刀 剩下的六天他能否继续创造奇迹呢